下一出亲笔信再次道歉 扶元爱坦言 自己行动轻率 对各界万分抱歉 但也将洪杰也发出声明 写下对妻子的爱不曾改变 磨合文化上的差异 一直是他们夫妻的共同功课 不希望不识八卦 伤害至亲 还强调两人的情感 都不会因此消失 婚变消息受外界高度关注 但将洪杰丝毫晚间 却发文替岳母庆生 彭除照片写下爱妈妈 生日快乐 似乎想证明双方家庭关系良好 日本女性Seven杂志封面 都大标题写下 扶元爱把丈夫孩子 留在台湾返乡不伦 总动标题震惊台日各界